曾经的盛世之主唐玄宗,在晚年为何会落得如此凄凉的结局,一生功勋卓著的他,到了暮年却难以接受权力旁落的现实,不甘心地在幕后频频出手,试图重掌大权,然而,正是这些私下的动作,最终触犯了不可逾越的禁忌,导致他晚景凄惨,尊严尽失,究竟是什么让这位曾经的明君在晚年一步步走向失败,他所犯的致命大忌,又为何会引发如此悲剧? 大家好,欢迎订阅爱史说 天保末年,安禄山叛乱,唐玄宗被迫委托儿子唐肃宗监国,肃宗先在领武即位 玄宗在四川为太上皇,两年后,肃宗平定叛乱,迎玄宗还经,表面上,父子俩亲密无见,玄宗赐艳群臣,散财于民,亦如往昔,但不安在暗中滋长,当昔日的权力在眼前晃动,玄宗还能安心,当个太上皇吗? 这场父子间的权力较量,如同一场无声的战争,在朝堂之上,恭维之中悄然展开,肃宗就藩阵之乱平定不久,就于757年,派人迎接玄宗回京,在皇城咸阳,肃宗换下龙袍,披子袍拜见玄宗,父子抱头痛哭,玄宗在百官拥促下,神情激动地走上城头远眺,接受万民朝拜。 整个入京盛典,俨然天子寻兴,到处张灯结彩,古月齐名,玄宗沐浴在熟悉的荣光中,不免有些飘飘然,这场盛大的仪式,不仅是为了安抚民心,更是宿宗向世人展示自己孝道的舞台。 然而,在这表面的和谐之下,肃宗心中却暗藏警惕,他深知父亲的威望与能力,因此在每一个细节中都小心翼翼地维护自己的权威,生怕一个不慎就让大权旁落。 而肃宗虽然言谈恭敬,但行动上却处处提防,先是邀请玄宗停住新庆功,这里正是玄宗当年经常居住的行功。 既能唤起父亲美好回忆,又便于控制,肃宗还命陈玄礼,高丽氏等心腹继续侍奉,将黎原弟子,玉真公主等人也安置在玄宗身边,看似下大力气侍奉,实则暗中不空,严密监视,这种安排既体现了肃宗的政治智慧,也暴露了他对父亲的不信任。 他用看似周到的安排,巧妙地将玄宗置于自己的掌控之中,既不是孝道,又确保了自己的统治地位,这种精心设计的金丝龙,成为父子关系日渐疏远的开端。 玄宗在出道长安时,确实也想就此隐退,在儿子治下享天伦之乐。 但日子一久,他发现黄泉的滋味实在难忘,玄宗开始频繁出入宫外,在长庆楼招摇过世,接受百姓的朝拜, 他还暗中接触禁军将领郭英义等,次艳犒赏,讨好笼络,贱难就不进京,也被玄宗屡屡召见,这些举动不仅仅是对往日荣光的怀念,更是一种试探,玄宗在暗中测试自己在朝野上下的影响力。 他的每一步棋都走得小心翼翼,既不想彻底与宿宗撕破脸,又在为可能的翻盘做准备。 这种微妙的平衡,反映了玄宗老谋深算的一面,消息很快传到宿宗耳中。 他虽然了解父亲不甘寂寞的性格,但也没料到玄宗会如此明目张胆,难道他想重操旧业,发动政变吗? 毕竟,玄宗是夺权的老手,他一生中就没输过政变,当年为了皇位,他连亲儿子也能毫不犹豫地杀掉,如今自己刚刚登基,根基未稳,万一玄宗真有疑心,后果不堪设想,宿宗的忧虑不无道理。 他深知历史上那些被废除的皇帝往往难以甘心退位,玄宗的每一个举动都牵动着宿宗的神经,让他夜不能寐,这种紧张局势,也迫使宿宗不得不采取更加强硬的措施来巩固自己的统治,宰相李府国看出苗头,再三上奏宿宗,劝他防范玄宗谋反,起初宿宗还有些犹豫,毕竟天伦难为,但随着玄宗的动作愈发频繁,即便再不忍心,宿宗也不得不有所行动了。 这种内心的挣扎,反映了宿宗作为儿子和皇帝的双重身份带来的矛盾,他既要维护自己的统治,又不愿完全与父亲决裂,这种复杂的心理状态,也导致了他后续行动的犹豫不决,给了玄宗可乘之机,760年初,李府国开始从玄宗身边的马开刀,他以宿宗之命为名,将玄宗的马从三百匹减至十匹,这看似寻常,其实意义重大,一旦真要造反,没了足够的战马。 玄宗也折了翅膀,这一举措,不仅是实际意义上的防范,更是一种政治信号,他向朝野上下宣告,真正掌权的是宿宗,而非太上皇。 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,既限制了玄宗的行动能力,又避免了直接冲突,可谓高明,玄宗看出端倪,但却无可奈何,更让他受挫的是,这一切并非出自宿宗之口,儿子不愿当面发号施令,却躲在幕后指使他忍。 这让玄宗心灰意冷,往日君臣情义已经一去不复返,取而代之的是猜忌和隔阂。 玄宗开始意识到,自己已经成为一个被监视的囚徒,这种从至高无上到备受约束的巨大落差,给玄宗带来了极大的心理压力。 他开始怀疑自己当初退位的决定是否明智,这种后悔和不甘,进一步加剧了父子间的矛盾。 与此同时,宿宗的身体也每况愈下,他心中愈发忐忑,万一自己英年早逝,玄宗重掌大权,皇位还能兴礼吗? 虽说不至于像隋阳帝那般诛杀亲父,但大唐江山,绝不能落入他人之手。 宿宗的担忧不无道理,他深知玄宗的威望和能力,如果自己突然离世,朝中大臣很可能转而支持玄宗附位,这种局势下,宿宗不得不未与筹谋。 做最坏的打算,他开始秘密安排继承人,同时加强对玄宗的控制,以确保大唐江山的稳定传承,宿宗再也坐不住了,李府国再次出面,以迎太上皇前往西内游玩为名,强行将玄宗牵至甘露殿。 接着,他清洗了玄宗身边的亲信,将高丽氏等一一流放,陈玄礼被勒令退休,这一切变故发生得太快,玄宗根本无力抵抗。 这次行动,可以说是宿宗对父亲最后的礼遇,他没有直接软禁玄宗,而是用游玩的名义进行转移,既保全了表面的体面,又达到了实际控制的目的。 这种做法,既显示了宿宗的政治智慧,也暴露了他内心的不安与焦虑,往日耀眼如日的帝王,如今只能在偏僻宫院苟延残喘,身边只剩几个宫女和年幼的公主相伴,玄宗的日子一天天灰暗下去,他不再言语,用肩默表达内心的悲凉。 这种巨大的反差,不仅是玄宗个人命运的转折,也是整个大唐由胜转衰的缩影,玄宗的沉默不仅是对现状的无奈,更是对自己一生功过的深刻反思,在这种孤独和寂寞中,他或许也在思考,是什么样的决策和行为,最终导致了自己的今天。 762年4月,郁郁寡欢的玄宗驾崩于甘露殿,仅仅13天后,宿宗也撒手人寰,父子俩阴阳相隔,再也不能相见,这种戏剧性的结局,仿佛是命运对这对父子的最后嘲讽,他们在生前因权力而疏远,却在死后如此接近,这种巧合,不皆让人感慨命运的无常,也为这段曲折的历史,画上了一个充满讽刺意味的句号,关于玄宗之死,史书中之字未提, 有人猜测它是愤而绝食,也有人认为更可怕的阴谋隐藏其中,毕竟,宿宗若先行驾崩,皇位很可能重归玄宗。 在皇权至上的年代,没有什么是不可能发生的,这种种猜测和阴谋论的存在,反映了当时政局的复杂和不透明,他们不仅仅是对历史真相的探寻,更是人们对权力游戏本质的一种认知,无论真相如何,这种猜疑和揣测本身, 就是那个时代政治氛围的真实写照,玄宗的一生,是圣唐辉煌的缩影,他曾将大唐推向前所未有的繁荣,却也在权力和私欲中迷失,他创造了太平盛世,最后却抱憾终身,玄宗与宿宗的故事, 既展示了皇权斗争的残酷,又反映了人性的复杂,在至高无上的权力面前,亲情也不过是浮云,当皇帝不仅意味着至高无上的荣耀,也意味着随时可能失去一切, 唐玄宗晚年的悲剧,折射出帝王的孤独无助,也昭示着圣世难在的历史必然,纵观整个圣唐历史,玄宗与宿宗的故事恰似一个转折点,自此之后,大唐的辉煌戛然而止。 剑驱没落,公元756年,安史之乱爆发,如同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,席卷了大唐帝国的每一个角落,这场内乱不仅打断了唐朝的盛世繁华, 也彻底改变了唐玄宗的命运轨迹,在马维波的悲鸣声中,他被迫让位于太子李亨,及后来的唐宿宗,自己则成为了太上皇,开始了长达数年的软禁生涯,这一转变,不仅是个人命运的转折点, 更是唐朝政治格局的一次重大洗牌,退位后的唐玄宗并未真正放下对权力的渴望,尽管他表面上享受着太上皇的尊荣, 内心却难以割舍对皇权的眷恋,他居住在兴庆宫,周围依旧聚集着一批忠诚的旧臣,如臣玄理,高丽氏等,他们共同构成了唐玄宗晚年生活中的重要支撑, 然而,这份支撑也成了他不甘现状,试图恢复影响力的温床,唐玄宗在位期间积累的身后民间威望,成为了他晚年行动的一大戾气, 每当他出现在公众视野中,总能引起百姓的热烈反响,甚至有人高呼万岁,这种情景无疑让唐宿宗感到不安,他担心父亲的威望会威胁到自己的统治地位。 同时,唐玄宗频繁与实权将领和地方官员的交往,更是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紧张氛围,这些将领和官员中,步伐对唐玄宗怀有旧情之人, 他们的存在为唐玄宗的潜在行动提供了可能,随着唐玄宗与唐素宗之间权力斗争的加剧,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在暗处悄然展开,唐素宗虽然表面上对父亲恭敬有加,但内心却时刻提防着他的举动, 他深知唐玄宗的能力和威望,一旦有机会,这位老皇帝很可能会卷土重来,因此,他不得不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削弱唐玄宗的影响力。 其中,宦官李釜国成为了他的得力助手,李釜国利用手中的权力,不断在唐玄宗身边安插眼线,监视他的一举一动,并多次劝谏唐素宗对唐玄宗采取更为严厉的限制措施,在李釜国的推动下,唐玄宗的生活空间逐渐被压缩, 上元元年760年,李釜国已为陛下安全考虑为由,矫照牵走了新庆宫的大量马匹,这一行为无疑是对唐玄宗的一次重大打击,马匹不仅是交通工具,更是军事力量的象征,失去这些马匹,意味着唐玄宗在军事上的影响力被大大削弱。 此后,唐玄宗的行动自有受到了更加严格的限制,他的晚年生活逐渐变得孤独而凄凉,唐玄宗晚年的遭遇,不仅是他个人命运的悲剧,更是唐朝政治体制弊端的集中体现。 在这场皇权更迭的斗争中,我们看到了权力斗争的残酷无情和人性深处的贪婪与恐惧,唐宗宗在维护皇权稳定的过程中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,他不仅要面对来自父亲的压力和挑战,还要应对朝廷内外的各种势力纷争。 最终,他在忧虑与疲惫中离世,留给后人无尽的猜测与感慨,唐宗宗作为天子,面对复杂的政治局势和个人情感,所做的选择虽有争议,但也是出于对国家稳定的考虑,唐玄宗的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,大唐自此步入中唐时期,昔日辉煌不再。